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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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Valve Channel 我是Kevin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在我身旁的這兩把 Graduit G Throb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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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好那看完刚刚的示范影片 有没有爱上这两把琴呢 这支影片是这次Gratch Root 系列影片的第二弹 上次介绍的琴是G Mirage 如果还没看过的朋友 等看完这支影片也可以去找来开看哦 Gratch Root 是日本乐器大厂 ESP旗下负责低价位琴的牌子 以往我自己对他的印象其实没有很好 但应该是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次大改款 当时我有跟代理商借到了几把琴来做影片 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拿到琴的时候 那个吃鸡的感觉 不管是在用料做工或是声音的表现上 已经完全完全不是我当初印象中 那个讯序的Gratch Root 了 那这次拿到2022年的新款更是不得了了 尤其是在我身旁的这两支G Thorberg 在开始介绍前 先让我提醒大家一下 Gratch Root 的琴 虽然定位是属于低价位或是入门琴 很适合刚入门想要找把好弹 琴用帅的人 但如果你是已经谈了一阵子 想要入手第二把琴的中间玩家 新款的Gratch Root 系列琴 也绝对会是你可以考虑的对象哦 因为以他的做工及用料来说 在这个价位段 真的已经算是顶天了 这两把分别是G Thorberg CTN 斜线M 以及G Thorberg WK 斜线M 一个是走这种单色系的简洁风格 另一个则是有Burl Maple Cap 的华丽风格 那Older的Body 配上烤蜂木的Neck以及纸板 那这种开放式的Trash Root 的调整设计 让使用者可以很快速的进行情景的调整 那琴身的结合方式呢 虽然是这种Bull Down的设计 但弹奏高把位的时候呢 还是非常的舒适 因为他们在结合处有做这种斜面切角的设计 让手掌呢不会有传统Bull Down的那种衣物感 Bridge 则是使用Wakinson的2.4小摇座 不管是Shadow或是摇座本体5斤的做工都处理得很好 不会有那种刺到手的粗糙感 那Pick Up是使用所谓的Original 也就是他们自家的型器 并且可以做单双切换 所以阴色的可调性算是蛮高的 那这把呢虽然是白色的涂装 画面上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实体上看起来真的很漂亮 因为它是像汽车的那种珍珠白 连我这种不喜欢白色情人都被打到了 那另外这一把呢 应该就不用我多说什么了吧 光是这个木纹就 啊... 死... 在影片一开始的示范里 我有分别把两把琴PIN到左右边 接下来我会单独的SOLO他们的声音 给大家做参考 字幕还结果订在架子发来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對今天的Graduit G Throber 系列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跟我們台灣的代理商海國樂器做詢問 看看有哪裡可以試彈以及購買 那喜歡我們影片的話呢 也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這也是毛布頻道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掰掰